来 来 我来 酒也喝了 有事就说吧 小龙啊 请你来 主要是啊 想赔个礼 你 至于其他事情嘛 都是为不足道的 请 我领了 小龙兄弟 你等等 这地面上的人哪 都知道我收保护费 是 有很多人恨我骂我 甚至有些人 恨不得我早点死 你可能听说过 但是他们哪知道 我这是在为社会做好事呢 小龙 来 你坐 小龙啊 小龙啊 你看看啊 我手下这 二十几号人 他们哪一个 没进过三回五回监狱 哪一次出来之后 在外面超过半年 不是抢劫就是斗殴又进去 是我把他们收不了了 知道吗 他们这些人自从跟了我 都本本分分的过日子 没有一个再犯过案 你可能也听说了 那个警察局长都夸我 说我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 可是他们哪知道 我多苦啊 你说像他们这些人毫夸 不好 警察局都管不了他们 但是我这个老头子能管 你就说那些商户 他们挣了多少钱啊 你说你们挣那么多的钱 你拿出那么个万分之一来 来维护这个社会稳定 不应该吗 凭什么跟我们斤斤计较啊 你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的活吗 说实话 我要是撒手不管他们会怎么样 说不上 会做出多少危害民众的事情来 但是我能那样干吗 啊 我不能干 知道吗 知道我怎么管你吗 一 一 我以身作责 二 我对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例 你 你是不知道啊 我也进过监狱 心后五次 现在想想 要是尽便 救命啊 孔夫子不是说吗 五十之天命 我五十以后恍然明白了 人不光要自己活得好 还要让别人活得好 所以 别说什么抢劫 杀人 就是别人骂我 打我 我都无所谓 不还口 不还手 我不仅自己这么做 我还要求他们 也得像我这么做 谁违反了 谁就要受到惩罚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我问你 你说你跟小龙怄气 你凭什么 叫他父亲的戏园子 戏园子 怎么我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你砸了我爹的戏园子是吗 你知道不知道 你小子 你砸了戏园子 这不仅仅伤害了 小龙的父亲 而且还伤害了我的心 你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 我是不是得 惩罚惩罚你呀 是 大点声 是 好 带你的兄弟赶快去医院 好 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我痛心啊 我痛心啊 好 阿明 师父 有什么吩咐 你 去一趟戏园子 拿上我这封道歉信 再拿上一千块钱 交给李老板 别说是赔偿 就说我请李老板办个堂会 另外再告诉他 你跟他说 他戏园子的保护费 以后宣布免掉 师父 那我的损失就太大 杨宝处在杨身上 那儿的损失 可以从其他地方补回来 去 去吧 是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为人要善哪 别人尽我一尺 我要尽别人一丈 李老板 王立朝派人来了 现在就在门外 我知道了 你会继续 因为你多得罪 我今天本回要先 你们去圣诞 这有什么要求 才是先开始 基本上 你能给他们 我的弟兄们 缴了你的戏园子 为此我们王老板 亲自给您写了封道歉信 哎呀 事情都过去了 这是何必呢 你们王老板 如果想看我的戏 我亲自登门给他送票去 这钱我不能要啊 李老板